头虎 前置这个之前足弱了 这个点往前走对吧 在轴子滑 往前滑的途中 不能放在两个边线 这个黑色放在这边线啊 不能放啊 然后呢 兄弟我们放在这边 这边到这边 上凯着上 ba 应该说冬奥会在中国举行 那对于病后院运动的触动非常大的 最主要的明显就是来我们场馆来 咨询主动过来做的活动的人特别多 尤其家长带着孩子来 就是他们因为冬奥会关注这场运动 对吧 在电视里边看到更多的比赛很精彩 他们就想着 我也要去到真病上去打一场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冬奥宣传片里有冰湖运动 我们学校也有一个冰湖队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想来试一次 经过教练和他自己的一个调整 还有我对他我们一起看那个每一场奥运比赛 经过这么一个阶段以后 他会特别有这个团队意识 然后知道自己队长的职责 然后他会去互换这个角色 如果我不当队长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是什么样的心态 然后我会怎么配合队长 如果我们队输了 然后我会鼓励大家一起的 然后我也不会那么难过 下次再玩 这个团队意识是相当棒的 就是南克福的一点 就是我这个手 就是把这个冰湖里投出去之后 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平衡长得不好 这个平衡如果要是一旦长得不好 它就会摔了 每天晚上都会跟孩子一块看一看 等到速滑 然后高山滑雪 还有这个冰湖 因为这里边的游戏规则呢 其实也不难理解 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让孩子接受 家长也好理解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 这些优秀的运动员 尤其咱们中国的这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们不断地去拿这个奖牌金牌 其实觉得我觉得还是对 咱们这个国家的这种强大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好势力 尤其在孩子心目当中 打牌 dice 打牌 打到 最后的 рассказыв 你不要判断 你不要判断 修復我